不是现在打游戏打的菜也能赚钱啦 而且是打的越菜赚的越盆满钵满 之前我也不信直到我看到了一条视频 一个姓朱的先生因为打游戏跟别人发生了一点争执 对辅助在游戏里面骂来骂去 于是直接报上了自己的电话号码 结果这个辅助就对他长达了七分钟的输出 没想到朱先生反手就把他录了下来 根据电话找到了对方的身份信息 反手就把他告了要求赔偿三千块 而且这件事还成功了 这以后你们打巅峰赛的这群小子可得小心了 别骂着骂着就送你一份律师函来了 如果实在忍不住要骂千万不要打电话 不然一晚上你可能要赔上万块 可能以后你在网址里面就再也看不到骂来骂去了 都是队友之间的和睦相处